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籃球的畫法編 今天是運用SallyWords的基礎功能 就可以把它繪製出來 那這次的作品呢 它是屬於看似好像是簡單的 但是需要用一點小技巧才能夠把它做出來的 好像是這個球體的紋路要怎麼做 以及上面的字型我們要怎麼做出來 而且它兩邊都有 那這裡我們最終會運用3D列印把它列印出來 那這裡就是需要有一些拆件的技術 那這裡後面也會來做說明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建立出籃球的3D 首先呢我們要先做出球體及紋路的地方 那這裡呢是屬於簡易型的 一開始呢我們先使用的旋轉填料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呢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那這邊呢我所畫的呢它的半徑是40mm 那我像這樣子 那中間呢畫一條中心線 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呢是一個封閉的草圖 那畫完之後呢 我們直接用旋轉填料呢 就可以做出這樣的特征出來 那第一步就非常輕鬆可以做出來 再來呢我們要做出它籃球表面的紋路 那首先呢我們先做出了這個紋路 這裡呢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是什麼 那這邊呢我就是畫一個長方形的 那這邊兩側都是0.8的一個偏移量 所以呢它這個寬度呢是1.6 畫完之後記得上跟下呢要超過它這個主體 我們等一下在做除掉的時候才可以去做選擇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用深藏除掉做出這樣的外型出來呢 那我進入編輯特征讓大家了解一下 在這裡呢我們可以一開始我們剛剛是畫在前基準面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去選擇 一般呢一開始是草圖平面我們可以去選擇平移 那平移的距離呢我給它設定的是50 那因為呢我們的外徑呢這邊是40 半徑40所以我讓它多一點我用50的 然後方向呢一開始呢是給近深度 那這邊呢我把它選擇自某面的平移處 那哪一個面呢就是我們球體的面 選完之後呢這邊我把它設定0.5 好所以是平移了這個球體的面呢0.5 那這邊我們可以去選擇它的方向性 那我們要是讓它是往內去偏移的 好這樣子才能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那設定完之後我們直接按打勾 它就會做出這樣的紋路出來 所以往後剩下的這些紋路呢也是一樣的做法 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要做的是另外一個 圓弧狀的地方的一個除掉的地方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從前基礎面呢畫出這樣的草圖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呢所設定的是這個圓呢是90 那90往內偏移了1.6 那這裡呢我給它設定一個角度是45度 那這邊呢從圓心到中心這裡呢它的距離是55 那以這樣的形式呢把它畫出完 畫完之後呢我們結束草圖 直接跟剛剛做的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用深長的除掉 然後除掉的地方呢我們一樣是選擇平移 所以一樣平移50 然後製抹面的平移處一樣也是射電0.5 那也是選擇了這個球體的面 那這裡呢我們是選擇右邊這個面 選完之後呢我們直接按打勾 它就會做出這樣的形狀出來 所以這裡呢是怎麼做的呢 我們就是剛剛我們使用的前基準面 畫出一個圓 然後呢做除掉它就會做出這樣的形狀出來的 那另一邊我們不用再畫 我們用鏡射就可以了 那鏡射的地方呢就是右基準面來做鏡射 最後呢我們再畫出中間的這個紋路 那球體上大致上就完成了 那這個地方呢跟一開始這一條是一樣的 那我這邊就省略 那這裡呢我的寬度呢都是1.6 那這邊呢大家就先嘗試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我們要畫出字體的地方 那字體的話我們就要運用草圖圖圓呢來輔助 因為它這裡呢會有一些字型以及logo 我們需要去輔助把它做出來 那首先呢我們先做上半部 這個四伯丁的地方 以及它的logo 那這裡呢我進入了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呢是抓取了參考草圖呢來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邊我讓它隱藏一下它的特徵 各位會比較清楚一下 就是找了這樣一個圖示呢來輔助我們做草圖的建立 那這裡呢我讓它再顯示出來 我們記得不要超過這個主體的這個半圓這裡 那這邊呢我們就是使用了一些直線或是不規則曲線呢 把這個地方給它外形給它描繪出來 描繪完之後呢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它 這邊可能會需要一點時間呢去調整它 描繪完之後呢我們一樣結束草圖 那這裡呢是做除料的動作 那這邊一開始呢我們是使用 我們來看一下是哪一個面 這邊呢是使用柚基準面所做出來的 那這邊呢我們在生長除料的時候呢 一樣可以去選擇它的平移的地方 一開始呢我們是草圖的平面 我們一樣讓它去平移50mm 然後呢往這個方向呢自某面平移處 那這個字的地方呢我讓它偏移的距離呢是0.3 那記得是往內我們再注意一下方向 如果方向不對的話我們再把它打勾 把它打勾起來或是取消掉 那就可以去改變它的方向 那確定完之後呢我們按打勾它就會做出這樣的一個 凹進去的一個形式 那這裡凹進去呢是方便我們在做3D列印之後呢 這裡方便去圖顏色用的 以及說我們列印出來如果是沒有要圖顏色的話 這樣的特徵呢也會看得出它這個字樣以及logo 那這樣的外型呢會比較漂亮一點 那再來呢我們就做下半部的字體 那下半部的字體呢跟上半部的字體做法是一樣 我們去找了NBA的logo出來 以及它的字形 那一樣呢是使用草圖圖圓把它插入的 我們我先正視於它讓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的形式那我一樣呢把這個外型給它隱藏起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草圖圖圓 那這裡呢草圖圖圓我們可以從這裡把它插入進來 那你如果不知道怎麼樣去插入的話 你可以到零件的進階篇 那裡都有詳細的說明怎麼樣呢 把這個草圖圖圓給它開啟起來 那我們有了這一輔助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形狀呢給它描繪出來 那記得呢我們不要超過這個半圓 那描繪完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結束草圖 那這邊要記得我們在畫的時候呢 要讓它是一個封閉的草圖 那這邊記得要注意一下一些規則 那我們都做完之後呢 結束草圖一樣使用深藏除料 那除料的時候一樣是平移的一個50mm 那自抹面平移處 然後呢是這個球體的面 一樣是給它0.3的距離 那方向性呢就給各位去測試 好一樣這個做法 那這裡呢我們大致上就做完了這個字形 以及NBA的LOGO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另一邊還要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接下來呢我們要畫出字體的另一邊 那這裡呢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另一邊我們用鏡色就可以了 那其實我們用鏡色是沒有辦法畫出來的 因為如果使用鏡色的話 另一邊呢它是相反過來的 字形以及方向兩邊都是不一樣的 那這裡有人可能會想說 那我們就使用環狀複製排列就可以了 好那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是實際上呢 因為環狀複製排列過去之後呢 它會產生錯誤 因為這裡呢我們使用的一些除料有一些方向性 所以它複製過去呢是會變成不正確的 那這時候我們該怎麼辦呢 難道我們要在這裡重新畫一次嗎 好其實不用了 這裡我們可以運用多本體的基數呢 好像是組合鍵的方式把它組合過來 那這裡呢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呢我們先要另存一個新的檔案 一個檔名 然後呢我讓它是叫籃球1 另存完之後我把這邊剖開來 變成是一半 這裡就是從中心畫一條線出來 然後把左邊這邊呢給它切掉 我們留下的是有字形的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再另存一次檔名叫做籃球2 我們要運用這個籃球2的檔名呢 插入籃球1 然後讓它結合在一起 再用多本體的布林運算呢把它結合在一起 你要怎麼做呢 我們做到這裡之後 已經另存了一個籃球2 我們從上方列的插入這裡有一個零件 你點開來之後呢選擇剛剛所另存的那個籃球1 選完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把它插入進來 那插入的時候呢 這裡會有點像是組合鍵 我們可以去選擇結合的條件 那這邊我進入編輯特徵讓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我們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去選擇我們要怎麼去結合它 那這裡呢我所選擇的是重合以及同軸心 那還有重合一個地方 那我們重合完之後呢 這邊都有一些地方我們可以去設定它 那這裡呢 這裡就是同軸心以及重合的地方 那做完之後呢它就會變成是這樣 像組合鍵把它組合起來 組合到是我們想要正確的位置之後呢 再來我們就使用不靈運算把它結合起來 那在結合之前呢我們先要確認一下 我們剛剛所插入進來所結合的 它是不是我們想要的位置 我們看一下 這邊呢字是沒有錯的 那字形也沒有錯 方向也沒有錯 另一邊也沒有錯 那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用不靈運算的結合把它結合在一起 我們從直接編輯裡面呢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結合 那這兩個呢讓它結合在一起 最後呢我們在這個 紋路的地方呢做一個圓角的修飾 那這裡呢你如果對於多本體技術還不是那麼的了解呢 你可以到多本體的技術篇那邊都有詳細的解說說 我們要怎麼進入這個指定以及怎麼運用它 那這裡大致上我們就把籃球做完了 那這裡做完之後呢 因為未來要使用到3D列印 所以我們還要去做拆進的動作 那這裡要怎麼做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做拆進的動作 那拆進的話是相當輕鬆的 我們就在前機組裡面畫一條水平的線 那這裡呢我們就是在這個球體的中心這裡呢 畫一條線讓它變成是上跟下 那這樣的話我們在3D列印就會變得更輕鬆 因為我們在列印類似這種球體的時候呢 是非常難列印的 因為這邊呢我們如果在列印的時候 它必須要去堆疊起來 那因為這裡有地吸引力呢都會有垂掉的情形 所以在底部這裡一定會非常不漂亮 不管你是不是使用了支撐或是用什麼形式去克服 再怎麼印呢都會不漂亮的 那如果我們像這樣子 把它切成一半的話 我們底部呢慢慢往上縮 那這裡呢底部就老老的可以黏住 那這邊呢就比較不會有垂掉的問題 那在堆疊的時候就會更漂亮一點 那因為我們把它剖開來 所以兩邊都可以這樣做 那印出來的這個球呢就會很漂亮 那中間我們再把它黏起來就可以了 那在這裡呢我已經先做好實意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個形式 那內部呢要不要做卡榫都沒關係 那理論上呢不做卡榫的話也OK的 因為這邊呢我們是蠻好去做固定的 那這裡呢我們就變成是上跟下 這樣子就會非常輕鬆可以去完成它的 那這邊呢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那做完之後你如果想要擺試的話 你可以畫出這個籃球的底座 那這裡呢是簡易型的 就讓大家去嘗試這一塊囉 最後呢來總結一下 關於這個畫法呢 其實看起來好像蠻簡單的 但是需要一點小技巧 那這裡呢如果你這些小技巧已經會的話 那其實呢它這個物件真的是 非常輕鬆就可以把它建立出來的 那這裡呢你如果對於這個档案有興趣的 我們要怎麼取得呢 那你就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你都會有影片的連結 你點開來之後呢在影片的說明底下呢 都會有下載的連結 你可以去那邊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檔案是開放下載的 以及說你如果對於這個3D鏈印製作的過程有興趣的 它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以及要做什麼樣的工序呢 一樣可以到那邊的連結去觀看這個作品 那你就會有詳細的說明 以及製作的過程 那這裡呢我們剛所運用到的呢 是多本體的技術以及簡單的技巧 就可以把它完成了 那所以我們發現說 其實呢我們在運用這個 沙利沃斯的指令呢 都是基本上都是用 比較基礎的指令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差別在於說我們要運用一點小技巧 才可以去完成它的 那這裡呢用法是非常多元的 也許你沒有想過呢 可以畫出這樣的籃球出來 那這裡呢如果有興趣可以去試試看喔 今天的教學呢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